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在战后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 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 一方面每到一个某个纪念日 中国的反日情绪就会非常的高涨 那么七七路故乔事变啊 九一八事变 但是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日本的电器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家里都有若干件电器 包括这个家用电器 汽车 摩托车这些 所以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就变成了一个在经济上 中日之间关系很密切 在感情上 中国总是抓住一件事情 你为什么不为战争行为道歉 日本也觉得很委屈 我道歉过啦 春山富士作为日本首相 已经很明确的发表春山谈话 用正式的道歉两个字 但是换个首相 中国政府就说 你为什么不道歉 那日本人觉得我几代下来 我一直在你面前抬不起头 那所以中日关系就处在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状态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我还记得 安倍晋三曾经有一次见这个习近平 安倍晋三是面带笑容伸手追上习近平 而习近平脸上非常冷卧 没有一丝笑容 那这个镜头就告诉全世界 中日之间在很多问题上产生矛盾 什么矛盾呢 我们往小的说 比如说钓鱼岛 钓鱼岛的这个争端是影响了中日关系 也影响了台日关系 我知道在台湾曾经也有非常 保护钓鱼台 保护钓鱼台的非常热的运动 香港还有一个政治人物去 也不是政治人物 社会运动人物 去保护钓鱼台的时候 因为要跳海抗议还已淹死了 所以中日之间这种历史的纠葛 在两岸三地都有不同的表现 但是在经济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安倍晋三跟台湾又有很特殊的关系 安倍晋三在自民党青年团的时候 就是去带领代表团去台湾的主导人 关键是他的外公 我们说的安心界 今天安倍公开说 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 其实这个理念是来自于他外公 安心界 安心界当年在蒋介石执政年代 是最主张台湾独立的 安心界多次跟蒋介石建议说 你干脆就独立吧 特别是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前 安心界就一直跟蒋介石说你独立 当美中对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日本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找到了一个契机 找到了一个在亚洲重新扮演重要角色的契机 那么接下来如果日本修宪 如果日本有正常的军队 中日关系怎么走 是我们知道在民族情绪上 当然中国面对日本 它有过去的历史情节 那么我们不看中国 我们就看日本 其实我很多日本朋友也很清楚 他们到中国去观光旅游 他们不会去南京 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讯号 因为日本人的心情上面 他也有 上海能去吗 上海北京他们都可以去 其实很多人都忘记了 在中国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在上海的火车站 发生了火车对撞的事件 而当时正好有一个日本的学生代表团 在这个车上 然后呢就死了好像好多人 我记得是超过两位数的人 当时中国的民间的舆论说 这是日本在上海当年军队作孽太深 所以一个报应 那么这种说法就等同于 现在安倍经常被刺杀 中国很多民众买一送一 什么开席等等 严重刺激到日本这个国家的民族情绪 所以现在日本人在中日刚刚建交的时候 是一种很卑微的这种心态 很多人都说日本对中国没有战争赔款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建交之后 日本向中国所提供的无息低息的贷款 给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时候 带来多大的影响 那现在好像日本这个国家 看中国的眼光心态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日本民众反中的情绪越来越高涨 讨厌中国的比例非常高 这是非常明确的 尤其是对韩国来讲 韩国到目前为止最不能理解的就是 为什么亚洲国家一致的仇恨日本 但是台湾却有对日本不同的情节 很大一部分的台湾人甚至有怀念日本 过去统治时代的这种情怀 这个我想插一句 其实我所了解 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仇恨情绪 全部都没有了一起 他们完全放下了 放不下只有两个人 一个叫中国 一个叫韩国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民族情节的这个部分 尤其是台湾年轻人 甚至向往日本的这种文化 还有他的这种西化的方式 这种文化的改变很吸引台湾 还有东南亚的年轻人 这是日本在整个经济向外扩张的过程中间的副产品 所以我们说整个日本和台湾 目前的状况来讲 事实上他的情节是非常错综复杂 但是台湾和日本一起站在 对抗中国的这个角色上 是非常的吻合 那么也就造成了现在 为什么民进党的执政跟日本的政府关系 好像是非常的紧密 但是呢又好像有一点为了中国的顾忌而保持距离 那么如果未来日本和平宪法真的成功的改变了日本这个军事建设的这个方向的话 我们就说台湾关系法约束的军售 对台湾只有防卫性的武器 但是台湾关系法并不约束日本 也就是说未来日本对台湾的军售不受限制的时候 他甚至可以提供攻击性的武器 给台湾对抗中国的一个基础 那么未来在整个第一岛链 甚至在日本的整个印太战略上面 台湾就在日本的这个资助下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 那么日本对中国尤其是在海面上的围堵 事实上台湾和日本中间就是在整个中国东海出海口的最大的管制 日本的造舰能力是非常强 海军造舰能力非常强 那以后会不会美国的兵工厂 美国的军事工业到日本就开分场 开完之后就直接从日本卖到台湾去 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和日本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但是在日本军工业的发展上面来讲 它甚至不亚于美国 所以日本有可能发展出另外一套系统 甚至跟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那也就是说在美中对抗的这个军事对抗上面 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 甚至是新的武器形态 那么这个部分可能是目前中国 在武器对抗上面的一个缺口 那么将来在整个东亚甚至印太的对峙上面 如果日本的军队广泛的布置 在第一岛链对中国的包围的话 在军事上事实上对中国是另一个新的威胁 我们说日本这个国家 大家一定要对这个民族有所了解 首先日本人这种民族的自豪感 其实是非常强烈 为什么呢 并不是因为它的科技 它的这个实力 日本人有一个在过去名字违信的时候有一个口号 叫托亚入欧 就是我们跟亚洲国家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 我们应该去跟欧洲国家平起平坐 托亚入欧很多人的理解说 我们不做亚洲人了 我们现在把自己变成高贵的欧洲人 托亚入欧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托亚入欧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脱离亚洲原来的经济模式 政治模式 我们要变成一个欧洲型的国家 但是你要问的是托亚入欧当 日本变成一个欧洲型的国家的时候 他想干什么 他要把欧洲人的势力从亚洲赶出去 要把白人从欧洲赶出去 让亚洲人的事情亚洲自己管 这就是我们在二战时候 听个最多的大东亚共荣圈 他讲的是这个理念 那么如果我们了解了日本这种 内心的这个文化的底蕴 再加上日本在二战的时候 以一国之力 一个岛国之力横扫整个亚洲 这种刻在骨子里面的民族自豪感 只是被两颗原子弹所带来阴影给掩盖住了 那好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当日本修改宪法 当日本拥有正常的军队 当日本突然军备扩充 它的国防开支从GDP的百分之一 上升到百分之二以上的时候 再加上有美国的加持 有美国在背后支持 当日本军队发展到一定的实力的时候 有没有人想摩拳插掌 觉得是时候可以跟中国来摆摆手腕 这有可能性的存在吗 所以我们在看 其实日本在过去 包含安倍自己在当首相的时候 你不觉得他其实对中国 也是在经济上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很多的事情 他们也都是非常低调而行 但是呢其实在中国的政府 再加上他文化宣传部分 还是有一些抗日 仇裕的一个情绪 在民间里面 那其实政府也要负一个责任 因为你让民间有这个情绪的时候 在重要的一些的节日 包含什么七七事变 九一八事变 这种当然对日本来讲 就是安倍被暗杀就是这样 被暗杀之后 互联网上到处都是什么庆贺 并且行为那个枪手是民族英雄 我看就很奇怪 他是大和民族的 你怎么跟他算称民族英雄呢 好不管 反正你这么这么说的言论 你知道现在有个大翻译运动 大翻译运动是让中国人 这种言行让全世界都看到 日本人看到了吗 肯定看到了 所以美国也是会觉得说 这个其实中国这么多的脱序 关键是接下来习近平对安倍的调研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 安倍是对中日关系的这个 叫什么 为中日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 然后你必须要让你的网管部门 回头去把那些小粉红的言论 全部给封杀掉 那你这样做的话 小粉红觉得很冤枉啊 也很委屈啊 我们你不是鼓励我们这样做吗 好后背又被封杀了 但是因为你的封杀 会让日本人会让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民众 改变了对中国人这种文化做派的看法吗 所以其实没有 但是你看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不满的情绪也是一直在攀升 但是好像已经到了所有国家民调的地位了嘛 就对中国人反感比例最高嘛 好所以这其实中国其实要去思考这个这个他们对这个所谓的文化或者是对这个宣传这些的他们的怎么样去再去了解世界的一些的价值普世的价值 你不能说很多事情其实还是要用一个高度来看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在讲安倍这次跟以前这个两颗子弹安倍的两颗子弹也造成所有的局势马上改观 让这个所谓的修宣的门槛一下子好像这个前途是指日可期啊 安倍如果不是被暗杀的话 他就是一个过气政治人物 他以后能不能东山再起取决他的身体 但是安倍被暗杀之后 盖棺定论安倍是一个对日本经济 对日本的国际形象有重大贡献的一个政治人物 然后日本民众认为安倍的遗愿是什么 是修宣 我们要不要对这个受大家爱戴的政治人物有所表示 怎么办修宣 就变成一个安倍遗产 所以我也很乐切在观察岸田文雄 其实岸田文雄是相对比较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 但是在很多的座委突然发现 安倍所给他的遗产 第一这个所谓的执政党 他的所谓的支持的程度越来越高 但是以他本来对这个修宣 好像没有那么积极的状况下 他突然这个角色突然改变了 他变成是一个以后修宣一个重要的执行者 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 你没有办法脱离民意 日本的民意是支持修宣还是反对修宣 我们刚刚讲了嘛 以前一讲修宣一定会有日本的左翼政党 包括日本共产党 然后到街上抗议到街上示威 那有那个示威的人群不是三两个 几百甚至几千都有 那一讲就是我们难道还要再面临一次原子武器的攻击吗 就拿这个来恐怖的记忆来让日本修宣被多数民众反对 但是现在你看这次第一参议院选举 第二岸田文雄选举一结束马上就说我们要抓紧要提出修宣 没有任何反对声音 所以你看岸田文雄马上很多人说他这是一个明智的抉择 很明确的抉择 你必须要顺应民心嘛 他马上看到民意 很多人觉得拜登上台之后中美关系一定会改善 拜登想不想想啊 他儿子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利益明摆这个事情 但是为什么他上台之后什么不敢做呢 到现在要不要降中国的关税 比方说上个礼拜要宣布 现在拜登说我们还要考虑 即使要减的话 你做三% 一百亿一百亿跟三千七百亿比起来完全微不足道 那拜登不想嘛 关键是两个国家的外交决定了两个国家的这个国民之间的情绪是否对立 那我们再讲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 谁暗杀了安倍 怎么看 我们看到这一次安倍暗杀的事件当然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但是对安倍个人来讲呢 他毕生的心愿 可能就在这次事件中慢慢的达到了完成的阶段 但是你这个暗杀的过程看起来很诡异啊 是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今天的暗杀呢 当然我们看到报纸上面或者新闻上面有很多包括宗教的因素 或者是个人情绪还有精神的反应 各种报道来看呢都是属于一种意外事件 其实韩国的统一教现在不叫统一教 现在叫什么世界和平什么什么什么联合会 他在日本有没有分支机构有 据说他在台湾有分支机构 他在中国被宣布为邪教 像在韩国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以基督教的名义 以天主教的名义这种教会 但是你明显看到他跟基督教的原意是完全不相符的 这些宗教在日本有分支机构 不代表他有很大影响力 这些教派的活动或许跟自民党跟安倍有联系 不代表安倍跟他是有必然的联系 安倍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到教会里面去 比如说搞了什么活动 这代表安倍跟他有密切的关系 而最诡异的是山上彻野 如果你是觉得这个教会骗了你的妈妈 不论是骗财还是骗色 你是不是应该找这个教会去 报仇的对象 我在节目里面就一直问 你去暗杀安倍的难度大 还是暗杀他那个教派的高层的难度大 那里就应该更没有什么防备 似乎这个日本警方听到了我的提问 所以日本警方现在回应说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去韩国 不是韩国教会骗了你 是日本的分支机构骗了你 你应该是去杀日本分支教会的负责人 所以这个动机我觉得我不相信 我们看到这个事件 事实上以犯罪心理学来讲 今天行凶的杀人犯 他在现场开枪之后 我们看他的反应 他立即放弃抵抗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间 很明确的就是说 这是一个预谋犯案 那么他在心理上已经达到目的之后 对一切后果已经有预期了 是的 所以他接受一切的后果 放弃任何抵抗 而不逃离现场 那么这对一个行凶的 这个现行犯来讲 在心理上来讲 就是他已经有所安排 是不是他应该开枪之后 如果是喊几句什么安倍 正常的复仇行为 安倍跟教会如何如何 然后安倍如何骗了我妈妈 他应该有这种行为 他却是很冷静的停留在现场 接受警方的逮捕 各方面没有任何的反抗 并且这里边还有一个信息 那把枪 我们都是用过枪的人 我们都知道 枪要打得准 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弹线 做一把枪最难的是 把这个弹线做得好 然后子弹出去 才会直达你要达到的目标 这把枪看起来非常的粗糙 但是很有效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自制 但是其实它有非常高的技术难度在里面 对 那我们就看到了整个谋杀的事件 包括事后到这个现行犯的家里 去搜索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爆裂物 甚至还有他制造枪戒的工具 各方面证明了这样的人 事实上在日本的社会要拥有枪支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日本每年的枪支暴力造成的死亡 也是个位数嘛 是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行凶犯 他事实上在日本社会上 他拥有枪支 可能在警方早就有掌控 那么也就是说 他要行凶的动机 还有他行凶的事实过程 很可能这是预谋犯案中间的一个部分 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一次的预谋呢 问得好 谁在这个事情上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谁就最大嫌疑人 谁得到最大好处 我觉得其实以日本来讲 包含这个所谓的执政党 还有所谓的支持说 如果现在能够借此一次通过的话 其实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自民党是最大的得到的好处 第一个他其实大幅增加嘛 第二个对他这个制宪的未来的这个阻碍 已经完全排除 而且名气可用 我们纵观 历史上日本首相被暗杀 都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这个安倍的外公 暗信介被暗杀 当然他幸免于难 但是暗杀暗信介是日本的右翼组织 暗信介在中国的教科书里面 就是日本极右翼的政治人物 他却被右翼所暗杀 为什么呢 因为暗信介推动的是日美安保条约 但是日本的右翼觉得 我们大和民族怎么可能让这个 美国来保护 美国鬼处来保护我们 所以在日本历次暗杀首相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是被左派暗杀的 没有一个是因为私怨被暗杀的 都是极右翼组织在背后 那么这些极右翼组织 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你还不够右 那是不是有机会 就是说你推动这个修宪还不够右 或者是说希望回到日本过去的光楼吗 那如果日本永远是一个 你应该明天就修宪 激进的政治理人都是这样吗 你说我修宪五年规划不行 你最好明天就修宪 后天就有军队 大后天就向中国发动进攻 所以我们看左右翼来看嘛 如果是说相反我们就用思维来想 一个方式是最左翼的 一个方向是最右翼嘛 但是呢最左翼他已经发现说 如果这修宪不成我再刺激这个民意的话 反而本来修宪不成变成修宪成功 所以极右翼是不是最大的嫌疑人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呢 我们回想到台湾过去陈水扁的两颗子弹的事件 在选举前突然发生意外 造成可能生命的威胁 那这一次当然安倍不幸的过世了 但是这样子的结果是不是对受害人 他的那一方在整个政治立场上 和未来的政治布局上有了重大的优势 这是很明确的 因为安倍的这个暗杀造成了自民党 大幅的扩大了他在议会上的领先席位 客观上推动了修宪的向前卖进 是的 那么就很明显的我们怀疑 是不是相关自民党的这个部分 有所谓的利益观察方向来造成的这件事情 关键是这个暗杀其实是经过精确的计算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回想一下暗杀哪一个人能够达到今天这个效果 暗杀岸田文雄 暗杀麻生太郎 暗杀这些自民党的重要人物 都不会达到这个目标 另外还有他的行程 他的行程也是突然改变的 但是这个不奇怪了 后来我想你今天晚上改变的行程 明天早上你要有人听你的演讲 你主要告诉公众 那个安倍前首相准备来这里演讲 这个不奇怪 就是这个暗杀的效果 我们看到是经过精确的计算 就是只有暗杀安倍才会有今天这个效果 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暗杀的整个布局来讲 我们也事实上 我们如果说今天当然获利最大的是自民党 得到了超大幅度的席位 但是你说自民党党内要来谋划这样的一个暗杀行动呢 事实上也不容易 因为自民党本身 你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一旦这个阴谋暴露的话 整个自民党就垮台 是的 因为自民党现在毕竟还是日本执政优势的政党 对 他没有必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安倍不被暗杀 他这次选举会不会三分之二呢 也未必 也未必不会 是的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促成呢 那就很明显的 后面在自民党还有一只推动暗杀的手 在安排这样的布局 或者说在日本社会有一个 为我们所不知的右翼组织 这个右翼组织的背后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政治势力 这个政治势力的为什么说强大呢 一般右翼组织都是一般热血青年 脑子发热的人 但是背后策划这个人 他精心计算只有暗杀安倍 好 还有个细节就是 这是安倍的这个维安人员 是原有的最高水平的维安人员 因为我看到一个细节 安倍身边有一个女保镖 这个女保镖据说是0.28秒就能把枪拔出来 现场我没有看到这个女保镖的存在 以这个录影带的显示 当时枪响的时候 他的维安人员有一个很有趣的反应 是先自己蹲到地上躲避子弹 而并没有冲向他保护的对象 而且他的维安人员手上有一个公文包 这个公文包不是装公文的 里面是两片钢板 是的 正常的做法应该是他有个暗有一暗 这个公文包会从这样叭变成这样 然后挡个自己 自己再挡个安倍 这是一个标准的动作 但是那位就拿公文包这样挡自己 他躲在当地 蹲在地上并没有去保护他应该保护的对象 其实第一枪响完之后 安倍都回头看着那个凶手了 这个过程隔了大概有几秒钟 凶手才开了第二枪 那所以安倍我现在高度怀疑 安倍这支维安的团队不是他原来的团队 那么如果我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 那后面这支手的力量就太大了 是我们看到了整个暗杀的过程 事实上基本上并没有太多的意外 也就是说这个暗杀事实上就好像演戏一样的安排 照着这个剧本来演的 被暗杀者跟暗杀的人目光相对的这种情况真是非常少见 所以我们是值得怀疑这样的暗杀是经过精密的安排 甚至连周边的人员的安排都已经布局好 关键我们从这个暗杀的结果来看 我很难相信这是一个个人感情的冲突 因为这个结果太过太过震撼了 接下来日本的整个政治局面 因为修改和平宪法会改变 接下来整个东亚全世界的形势也会改变 我们直接说中日在日本武装正常化之后 中日的对抗的机会一定风险更加提高 那么这个话题以后我想还会有机会跟大家继续聊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谢谢明英兄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明英兄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批判时事解读新闻 我是张秋杰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